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再出发 二,宋庆龄仪式独立,民国遗孀终老 三,京剧大师梅兰芳,舞台艺术绽放光芒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再出发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位身高不足1米6 但政治影响力却高过中国狼马峰的小个子巨人邓小平 特别是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 这可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就像是老司机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决定踩下油门 让整个国家的经济车辆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跑起来 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几年 但到了80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 改革的步伐出现了犹豫和停滞 一些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改革太快了 是不是应该按下暂停键,甚至是倒退键 这时候,邓小平,这位已经退居二线的老领导 却像是老鹰捉小鸡一样 突然出手,决定给大家上一课 1992年春节过后 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巡之旅 先后访问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 他在这些地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批评那些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思想 他的这些讲话 就像是给了改革开放一记强心针 让大家重新找到了方向 邓小平的南巡 讲话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只要能让经济发展 让人民生活变好 那就是好手段 这句话一出 就像是给了大家一记定心丸 让大家明白了改革的方向 就是要让经济发展起来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不仅重新点燃了改革的火焰 还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火力 在他的推动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济发展速度更快 对外开放也更加广泛 当然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不是没有争议 有人担心 快速的经济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扩大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让中国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总之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就像是一部老电影里的经典桥段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但它的影响力依然深远 每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 都不得不提到这位小个子巨人的南巡之旅 以及他那些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讲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宋庆龄一世独立 民国一双终老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位民国时期的传奇女性 宋庆龄 她不仅是孙中山的夫人 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 中国国民党的重要成员 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荣誉职务担当者 她的一生可以说是跨越了两个时代 见证了中国从封建地质到共和国的转变 宋庆龄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有的家庭 她的父亲是宋家三姐妹中的宋庆龄 她的姐姐宋矮龄和妹妹宋美龄 同样也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宋庆龄在年轻时留学美国 受到了西方教育的影响 这对她后来的政治观念和行动 有助深远的影响 1915年 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 从此她的命运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紧密相连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之一 被誉为国父 她去世后 宋庆龄继续秉承她的革命理念 活跃于政治舞台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宋庆龄与国民党的关系逐渐疏远 她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 和对共产党的敌视持批平态度 最终 她选择支持共产党 并在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担任了多项荣誉职务 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宋庆龄的一生 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她从民国的第一夫人 变成了共产中国的荣誉领袖 这种身份的转变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可谓是独一无二 她的晚年相对孤独 因为她的家人大多支持国民党 而她却选择了共产党的路线 这种家国情仇交织的故事 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 也是一段令人唏嘘的个人经历 宋庆龄于1981年去世 享年88岁 她的一生 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共和国 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 她的选择和经历 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篇章 而她的故事 也提醒我们 历史往往比小说更加奇幻 人物的命运 比电影剧本还要曲折动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金句大师梅兰芳 舞台艺术绽放光芒 各位观众 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位舞台上的超级巨星 不 不是那种唱出Baby Baby Oh的流行歌手 而是一位让戏曲舞台未知疯狂的大师 梅兰芳先生 梅大师 不是梅花的梅 也不是兰花的兰 而是一位 能将梅花与兰花的优雅 坚韧与清新 全部融入自己艺术造诣中的人 她是金句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一位专门扮演淡爵 女性角色 的男演员 而且是这个行当里的绝对高手 梅兰芳先生的舞台魅力 就像是那个时代的特效技术 不需要CGI 不需要绿幕 她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就能让你感受到春风拂面 或是秋雨绵绵 她的扮相 美得不像话 连女性观众都会嫉妒 男性观众则是心生敬畏 这就是美式美学 有趣的是 梅大师在舞台上 是个爵士美女 但私下里 她可是个十足的男子汉 想当年 她在舞台上一秀风情 观众们魂牵梦绕 走下舞台 换上长衫 抽出大烟袋 那气概 简直就是另一个人 梅兰芳先生 不仅在国内享有声名 在国际上 也是一位文化大使 她的艺术 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让外国观众也为之倾倒 她的海外演出 可以说是早期的 走出去的战略 让世界见识 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她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有一次 一位外国观众 看完她的表演后 激动地说 我看到了月亮走在地上 这话一出 连月亮都不好意思了 她在天上默默地想 我还是继续照常升起吧 竞争对手太降了 总之 梅兰芳先生的舞台艺术 就像是一场 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她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将进去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她的故事 不仅仅是艺术史上的一页 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 一个灿烂范例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梅花 在寒风中独自绽放 或许可以想一想 那是不是梅大师 在给我们微笑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一下 邓小平南勋讲话 宋庆林和梅兰芳 这三位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邓小平南勋讲话 给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 宋庆林见证了中国 从封建社会到共和国 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 梅兰芳则用她的舞台艺术 让世界见识到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 邓小平的南勋讲话 给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动力 让中国经济 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跑起来 宋庆林的人生经历 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她的选择和经历 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 一段令人唏嘘的家国情仇 梅兰芳的舞台艺术 独树一帜 让人们感受到了戏曲之美 无论是邓小平的南勋讲话 宋庆林的选择 还是梅兰芳的舞台艺术 都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燃料 也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希望大家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继续努力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最后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